既然你的敌人会乱动了 那我们也可以移动位置跟发射飞弹 那这时候就要做那个互动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被飞弹碰到 就要有一些改变 那 对我们 先做比较简单的部分 所以 现在我们是在机器人身上写程式 所以我要去侦测有没有被 角色1碰到 角色1就是小猫 好那如果你觉得角色1这个名字不好听 你可以把它点过来 这里有一个i 你把它点一下 这名字是可以改的 名字可以改 改好之后这小箭头按一下就叫周杰伦了 好那所以我要侦测我 有没有碰到周杰伦 包括他的分身也叫周杰伦 射出来的子弹 那所以呢我要去做检查 检查什么呢 我一开始 我就要重复的 侦测 重复的 做这个侦测的事情 如果碰到 周杰伦 包括他的飞弹 包括他的分身 如果怎么样 那这个就要写 碰到周杰伦 对不对 那碰到在侦测这边 碰到 谁 我就选一下 这里就会有周杰伦 如果碰到周杰伦 那我就 外观 我就变换一下颜色好了 颜色特效就改变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我们看一下 当我按律期开始执行之后 我就可以去 移动跟发射 飞弹 有没有碰到他就会变色 对不对 变蓝色 碰到就会变色 变蓝色 有没有 变蓝色 所以表示他 可以互动 表示他会去侦测他有没有碰到 那除了碰到之外 当然你也可以再加声音啊 比如说刚刚再加一个 那个 或者是加那个网路的声音 我被打到了 好等一下呢 你先做这个 然后这个做完 等一下我要让你们加 上次我们学到的LED 先把这个部分做一下